本节目由猫老套原创设计以及各位的点赞三连赞助播出 哈喽各位最近如何那么在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 想必学生党们也早就在等着趁假期打开CS狂欢一波 但是如果在竞技模式中犯了一些错误的话 导致你没能赢下回合赢下比赛总归会感觉不舒服的 那么今天我就从各位手上收集的一些demo来分析一些问题 以此来帮助各位在未来的天梯排位里做得更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片段我们看到主视角Rushby打掉了小刀的井后卡在了小刀 在小刀上又换掉了一个人最后被捕死 这边首先引出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去把BY为查个干净会怎么样 当然在demo片段里手臂的另一个井死在了沙发 很明显这样的站位对于井而言就是以一敌多是不太合理的 而正常情况下通常会选择藏在宝点后去peak 而如果你作为一个打掉了小刀的匪 不去配合队友清干净宝点外围的话 在宝点后的井只需顾及正面 一旦队友失手 补枪就会跟不上 这样就会退后下包的时间 然后等井全部回放到位 你几乎无处可藏 所以小刀方向的土匪要尽快帮助队友清干净宝点外围 那么接下来的片段 我们可以说说打匪中路推进时的问题 丢过VIP烟后直接来到中路 很随意地丢了一颗过点闪光 如果对面的枪比较准的话 你的脑袋可能都已经被敲烂了 那么在这里顺带演示一下丢拱门过点时的闪光 并且刚刚的片段 其实育苗方面也可以做得更好 VIP湖上后除了拱门要注意外 还有中路进点也要注意 毕竟在你出中路的这个时间点上 井是完全有可能藏在进点的 所以在育苗这一块也应该多带一点思考 随后主视角快上拱门 在这里应该是意识到了VIP有人在 所以没有拉得很随意 虽然到最后包夹A点也没有成功 那么在你出拱门前 队友身上有道具有余力的情况下 可以问队友像这样帮你丢一颗拱门上层VIP的闪光弹 对于你出拱门而言很有帮助 那么出拱门后自然要先多留一VIP免得被抓侧身 这时候在拱门的队友则应该帮你加好进点或者包点方向 如果你说什么队友不沟通自闭之类的话 那么最起码你得先成为这样的队友 那么这个片段是个比较低级的错误了 可能是沟通上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当你去看雷达时 你就会发现队友已经摸出了A1 而作为A2的成员如果隔得太远 就容易导致补枪脱节 所以各位 加点时也姑且多看看雷达吧 如果你是一个人守A的话 那么对于你 对于整个团队而言 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信息 而不是藏在某个地方哪里都不看 那么就很容易出现 队友因为你的错识被打侧身的情况 当然在demo里 土匪们打了爆弹 主石脚的枪法得以发挥 打到了两个人 但是各位设想一下 如果有单摸的土匪摸出了A1 那么这个问题就可能会比较大条了 并且单摸A1或者A2的情况 在天梯里是经常发生的 如果不盯着包店的入口的话 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 你懂我意思吧 时间轴是竞技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简单的来说就是开局多少秒 你或者你的对手可以做什么 而你要利用时间轴来防止你在开局陷入劣势 或者为你带来优势 那么在这里 CT开局就丢了一颗肥口雷 切记 如果你的出身位置在第二位 甚至第三位甚至更加靠后 就不要再尝试直接进入下水道了 因为这样子你很可能会吃亏 也有一部分玩家喜欢扮演断后之类的角色 那么在你履行你的责任时 对于后方的威胁保持警惕外 你应该多观察观察雷达 并且配合队友进攻的节奏进行推进 如果一旦脱节 那么这个进攻就会变得支离破碎 直接导致这个回合的落败 当然20秒倒计时1v4结局是怎么样的 显而易见吧 我的往期视频里也提及过关于Inferno 还有道具管理上的内容 什么是道具管理 就是节约道具使用的同时 合理的利用道具 让道具的效果发挥到最大 那么在这个片段中 我们看到主视角在中路烟散后 马上焦掉了火 但是当你对这张地图有一定理解后 你就知道中路并不是通往宝典的必经之路 如果把火焦到了中路 这并不能最大效率上的阻止 延缓对手的推进 而相对的 当你拿到了确凿的信息后 对手要从A1打A了 那这个时候你的火对于土匪而言 就宛如当头一棒 或者把保留下来的火拿来打回房 也能减少你要清的点位 因此合理的管理你的道具使用 是提高你水平的重要一环 那么再把注意力放回Mirage上 不少玩家会在开局像这样打闪去抢下水道 但是实际上做多了之后 你会发现占便宜的还是锦 锦在开局前压的同时 也会去背自己的闪光弹 因此你的闪光弹很难作用到对方身上 而如果你打从一开始 就不慌不忙的等着 等下水道传出闪爆的声音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对方前压了 而像这样育苗出去拿下击杀 想必也不会是什么难事 由此一来就能降低拿下水道时的风险 也有不少玩家在陷入经济危机时 选择进入拱门卡进点防守 这样防守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过来 当土匪吃下L位时就等于锁死了小刀 而小刀上的匪就可以开始摸拱门了 这对你而言就是其中一个风险 而拱门的两侧就自不必多说了 需要查的点也不多 如果你没有携带道具进入拱门防守的话 你将毫无疑问暴露在危险之中 因此携带烟雾弹 像这样使用就能减轻你的防守压力 如果烟雾弹失效或者没有道具 那么建议推到拱门外去防守 比如这个位置就不错 能卡拱门的同时 还能给A1和A2同时补到枪 并且加点难度也不高 好的 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就麻烦一键三连支持一下up主了 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请各位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宝贵的意见 demo投稿 请投资视频中的邮箱地址 你可能就会在下期视频中上电视了 感谢观看